南千月 巨大少爷 你这怎么就自己下来了 来 快快 快 来 坐这儿 坐这儿 您瞧您这么金贵的身子 还劳烦您自己下来 这万一再把腿给走断了 没事 老板娘 我这都会好了 多贴了玉儿姑娘的照顾 我没那么金贵 您不金贵 那架不住友人 哪您金贵呀 说来呀 你也真是有福气 您看你走到哪儿 都有人伺候你 你看你 虽然这腿差点被人给打断了 可是我们家玉儿 那可是诚心实意地照顾你 就差把你当皇上了 还有啊 你看你虽然没有爹娘了 但是你有个有权有势的干爹呀 那把你啊 当成了命根子 掏心掏肺的 这福气啊 这是几辈子都求不来的 老板娘 我义父 无亲无故的 就我一个亲人 他跟我是相依为命 什么相依为命 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管 什么亲骨肉啊 老板娘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啥意思 可是你刚才说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崔老板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 干嘛还掺和这些走私贩毒 掉脑袋的事情啊 你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应该为玉儿着想啊 你说什么呢 你以为老娘愿意干这 段子绝孙的勾当啊 有姑父在这儿数落我 回去问问你干爹呀 他为什么要干这 黑心的生意呀 你以为这种缺德事 是我们女人干的 还不是他挑唆让人干的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的是实话 好舒服啊 不错啊 不错啊 嗯 嗯 嘿 嘿 好 哈哈哈哈 看没那么装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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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呀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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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能够在那儿 给你舍着 我想让你舍着 我记得事情了了 我就陪你回家 看你爹去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也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 你就不用担心了吗 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他的伤一定会好的 再说了 朕杀那么多人照顾他 他不会有事的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你放心 这时候我保证 我保证他的伤已经好了 曾石洛 想不到你还是个好人 我 大姐 师母 扣他你 你怕老婆 老顽童 你干什么 你别救他耳朵 我救救他耳朵 他怕老婆 你别打他呀 我 就玩了啊 走啦 玩去喽 玩去喽 去喽 踩着吃点吧 咱们 鸟医术 你处理一下 你找鸟医术干吗 男人的事女人别管 你放心吧 走 他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去了 不会是又去打架吧 放心 打不起来 你怎么知道 男人的事情女人不懂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男人的事情女人不懂啊 我看你就是瞧不起女人 难道你不是女人生的 我不是 我什么时候瞧不起女人了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真的喜欢奇迹哥 你会一辈子只对他一个人好不好 我愿意 我保证能做到 那好 从今天开始 我把奇迹哥交给你 他不高兴的时候 你要陪着他 他有危险的时候 你要保护他 他喜欢的东西 哪怕是天上的清醒 你得要摘下来给他 还有 他不高兴的事 你绝对不可以做 我爸团不会说好听的话 只想奇迹哥高兴 只要他高兴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明白 他回来一直不高兴 我很想揍你 可是不行 如果我揍了你 奇迹哥会更不高兴 我爸团虽然不聪明 但是我知道 奇迹哥只有跟你在一起 才会真的开心 爸团 注意说 你要是敢欺负奇迹哥 或者对他不好 就算我打不过你 我也要跟你决斗 不停地跟你决斗 来 来 来 吃饭 这奶茶不错 我来给你们分肉 奇迹哥 我哥家爸都同意了 我们解除灰狱 以后 我就是你哥哥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坐下 坐下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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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好事 你看看 这个小猪 有媳妇了 有媳妇了 哎呀 我们小石头还没媳妇呢 怎么样 珍珠 给石头当媳妇 好不好 哎 师傅 你老人家弄说什么呀 什么乱说呀 哎 石头就是珍珠 珍珠就是石头 师傅 怎么乱点鸳鸯谱啊 我这你真是的 你这糊涂蛋 这就乱点鸳鸯谱了 这是有谱的事 你 我怎么了 哎 哎 珍珠 哎 大姐 快快快 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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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 哎 大王 哦 起什么哄啊 有你什么事啊 我磕啥 哦 吃肉 珍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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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傅这个人哪 满嘴疯话说惯了 你跟他老人家 不要生气吗 不是因为他 我师弟跟奇奇格两个人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现在能走到一起 你该为他们高兴才是啊 我没不高兴 朱大哥喜欢奇奇格 我早就知道 只要朱大哥高兴 我做什么都行 我就是 我 珍珠 其实事情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知道 你和我师弟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他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你知道吗 你对他的感觉 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 那只是 一个小妹妹对大哥哥的一份依赖 你明白吗 我 我 你 有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郑主 你是个好姑娘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喜欢你 珍惜你的男人 多的是 来 来 来 不是 我 我 你的 我 你的 你 是 你 你 我 我 是 你的 你 你 是 你 我 你 你 你 好 别动 庄卡 你没事吧 放下枪 要不然我打死他 你把枪放下 我饶你一命 你放下 要不然大家重归于尽 好 我把枪放下 东海 不要 你别伤害他 既然你们都舍不得对方 那就一块去死 旧伤美好 又添了新伤 旧伤美好 又添了新伤 这段时间你要好好养着 不能沾水 也不能做剧烈运动 万一发炎了就不好了 放心吧 我没事 多海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安全 咱们明天就赶回燕门吧 是该走了 要不我们这小坡地方 哪供得起您这尊大佛呀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爹再把这笔烂账扣到我头上 那我可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娘 行 我们打扰了这么长时间 是该回去了 老沈阳 明天我们启程 好 崔老板 还有玉儿 时候不早了 都回去休息吧 你也要好好休息 有什么不舒服要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请大夫 玉儿 行了 人家有人照顾 用得着你这么操心吗 快走 快走吧 来 我刚才仔细检查过了 这三个凶手我都认识 是原来陷警察局的警察 陷警察局的警察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 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是啊 可是 看这种情况 他们事先是踩过点的 肯定是针对你来的 是不是程云轩干的 这可就不好说了 不过 我听说这三个凶手 可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消失 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消失 这三个凶手 和那个逃走的 在处决朱一书那天 在刑场上 是给县长做贴身护卫的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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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他们看到了什么 不该看到的东西 所以就只能消失了 这三个凶手 和那个逃走的 对了 东海 这件事是程局长处理的 按理说这四个人 早就应该死了呀 可是今天能够在这儿出现 可真是够蹊跷的 程云轩 回去好好照顾自己 要按时吃药 别再喝酒了 千万要把身体养好 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自己多保重 你自己多保重 保重 保重 驾 驾 驾 这样吧 我先写封信 通知我的老师 告诉他在这边所有的情况 只有我老师来了 才能把庞德坤和程云轩绳之一发 这样 我们就可一位死去的弟兄 额尔德大叔 还有那么多的人 报仇 我去 周大哥 那我去帮你送信吧 不行 你一个姑娘家 这事太危险了 你呀 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这事我去办 凭什么听你的 我偏要去 你这个丫头怎么不听话呀 你一定要听她的吩咐 听她的话 不听她的话不行 老爷头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就不跟你玩了 你还不跟我玩 你要不听她的话 我还不跟你玩了呢 师父 你 你 你看 她欺负我 这不叫欺负 这叫托付 我 朱姨说 那你觉得 谁送信比较合适吗 要不我去 我去吧 我在省城里 也没什么人认识我 反正我也没去过省城 这次去 就顺带当玩了 好 我看这样吧 大王 就辛苦你一趟 不辛苦 不辛苦 大姐 你说我这回算不算做了一件大事啊 当然了 了不起的大事呢 你这差事 还是从我手里抢去呢 好了 那就这样 大王 你敢去省城送信 我们抓紧时间赶回燕门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证据 如果找不到庞德坤 和承云轩的证据 老是来了 也不好下手 这不可以找纪东海帮忙吗 不行 现在找他 根本就不管用 况且 让他搜集他义父的证据 太为难他了 这事吗 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谁啊 刑德义 刑德义 出入可以帮 box 大王 这次进城 记得一定要机灵点 知道吗 还有 这封信 你一定 several 一定要亲手交给刘锦明局长 好 violently 我们还没有消息的话 你就学丑行得意 好 知道了 大王 路上小心点啊 别瞎凑热闹 也别多管闲事 嗯 知道了 你看 现在珍珠啊 真像你大姐 这你会当大哥吗 大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啊 别老和曾老大吵架了 他那是让着你呢 反了你了 慢点 早去早回 你看 这沙漠里啊 夜路不安全 要不 你们明天再走吧 你留咱们 咱们就不走了 得行 老板娘的面子 我们不能不给啊 滚滚滚 你们快滚吧 你们这些臭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我们俩可是好男人 尤其是在老板娘面前 赶紧走吧 别耽误了正事 我现在让你赶紧走 我现在让你赶紧走 我们再往上心走 大家赶紧走 我们再往下丧 回来 你让我赶紧走 你可能是否够了 我现在要赶紧走 我现在要赶紧走 你都会赶紧走 你怎么会赶紧走 你何够你 出现好 这俩厉害呀 长得一模一样 老头 七七阁家怎么走 你说什么 老头 问你话呢 你说 七七阁家怎么走 七七阁家怎么走 那在那边呢 抢我车 找死 啊 ه 嘔い 嘔い 嘔 zich 阿虹 哇 哎 看 呃 好 来 好 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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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伙 自行车你也玩了 快告诉我 齐齐哥家怎么走 对对对 开车 还是问齐齐哥家是吧 我跟你说啊 看见没有 那边翻过一座山 蹚过一条河 左拐十里路 右拐十里路 见到他第一个芒果包 那就是齐齐哥的家 翻过山 蹚过河 左拐十里右拐 第一个芒果包 对 走啊 赶紧着 老人家 你功夫很俊呢 我 人比功夫俊 老头 你叫什么呀 我 忘了 什么叫忘了呀 忘了呀 他老没人叫 可不就忘了嘛 再说了 困了 困了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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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呦 停 大哥 怎么了 老东西想骗我 跟着他 看来我真的小看济东海了 属下无能 现在不是你自责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办法 如果这件事情县长要是知道了 他肯定会查 到那个时候 你我都得完蛋 你还是出去躲一躲吧 马上走 这是你的盘缠 谢谢局长 来啊 局长 手脚利索点 是 你 你 不好了 师傅 师傅 怎么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出事了 说呀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出什么大事了师傅 你这两个光头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是咱们大伙去了 也都不是个 等等 您是说西北双上来了 他们到草原上来了 对啊 对了 我骗他们来着 我说奇迹哥他们家在那边的 师傅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 我这算是坏人 骗人 没有没有没有 您这算是周旋吗 对对对 这叫周旋 我把他们周旋到那边去了 他们不会找过来吧 这下可麻烦了 西北双上武功很高 我们还是暂时避一避吧 这两个光头真有那么厉害吗 别提了 那可真是厉害我跟你说 一个是 船上的功夫这两个地 一个是 腿上的功夫这两个地 我跟你说 打起来那叫 蹭蹭蹭 蹭蹭蹭 哎呀 我跟你说 防不胜防 真叫厉害 我跟你们说啊 他们呢 他们是一亩所生 打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哎呀 这 不就两个人吗 有那么可怕吗 宝爷 拿枪去 是 这样吧 我让我的护卫先挡住他们 然后我带大家走 不行 我告诉你们 就算你们的护卫 把子弹全都打光了 你们赤手空拳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是一乱几时 不过现在 大家还是避一避 都躲了吧 我先留下 不行 绝对不行 就是不行 顾玉叔 别忘了 你是巴吐鲁 我也是巴吐鲁 赶紧带齐吉哥走 别动 走 走 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死 你很失望吧 你胡说八道 你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下次杀我的时候 最好找几个身手 好一点的人 最好把我杀了 免得拖泥带水 留我一条命 让我杀了你 胡说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让人杀你 你承不承认无所谓了 我今天豁出去了 我要和你同意见 东海 住手 都住手 快把枪放下 放下 东海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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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出去 是 走 走 我早晚会找你算账的 走 我要杀了你 老程啊 东海这孩子 让你受惊了 没事 现场 快跑 快跑 坐 我 好 啊 啊 呀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那几个杀手是怎么回事啊 报告县长 现场死的那三个杀手 就是朱医书被牵毙那天 贴身保护您的警察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三个还有一个叫于东的 就神秘消失了 程局长也没有追究这件事 那晚去兴隆客栈的 四个杀手死了三个 逃了一个 属下怀疑就是于东 那这么说 真是程局长派人向东海下手了 船长 这个属下就不清楚了 你下去吧 但是给我记住 今天的话 谁都不许说 是 程云轩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想反了 没地方跑吧 是孟德坤和程云轩派你们来的吧 到底是当过巡官的人啊 一猜就对 我们下手很快 不会疼的 谁疼还不一定呢 走 是孟德坤 伸珠 危险 走 伸珠 走啊 伸珠 走啊 伸珠 走啊 伸珠 从别 看我的 师父来了 师父 伸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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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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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想撒 我不想撒 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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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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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没事的 你一定会没事的 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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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没有血了 师父 你没事吧 好了 怎么了 不是 不是 不好玩 不好玩 真不好玩 够门了 我要去阎王云那儿 大坏人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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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相助陪你们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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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这承云轩确有二心啊 居然敢对你下手 那这个人就留不得了 你是想除掉他 现在还不到时候 如果现在翻脸 对谁都没有好处 可是他知道你那么多事情 你敢跟他翻脸吗 多海啊 你要记住 居上位者 千万不能让下面的人 绊住了你的手脚 不管他有多重要 他知道多少事情 都不能让他威胁到你 所以 你就一直陷害注意数 就是因为他妨碍你走私吗 儿子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和你好好聊一聊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 让你知道这一切了 你说你跟着我这么多年 我是个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吗 我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 也没有家眷 又不尽女色 生活也不奢革 你说我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 走私贩毒呢 还把这燕门县 死死地抓到我的手里 你说这是为什么 那都是为了你 儿子 因为在你的身上 那是背负了两家人的希望啊 我和你的亲生父亲 是结拜兄弟 我们曾经是前轻的捕快 那时候的我们 就像 现在的你和朱一叔一样 充满了正义热情 我们联手破获了很多大案 得到了上次的欣赏和倚重 快来啊 多海 等到我 快点 一如 娘 一如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多海啊喜欢一如吗 喜欢 等他长大了 给你做媳妇好吗 好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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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不知羞啊 来 你们俩去玩吧 来 走 好 来 一如来 快来啊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正义和热情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我们破了许多案子 断了别人的财路 特别是那些 有钱有势有背景的人 我们两家的灾难 就由此而起了 快走 快走 走 大孩子走 快走 娘 娘 快走 快走 你 好 大哥 大东海 养大成人 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把他养大成人 让他成就大事业 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大墨沙丘 冷人凭北风呼啸 流沙满天 月黑风高 风泉流沙 雾仿佛海浪 尽逃 独自向前一路奔跑 暗流在 汹涌 遍地泥沼 巨湾难尖照 拆招 这一路艰辛 有谁能知道 总有艰辛 摆着孤狼 却一双灰烟 让我看到 这一路 鬼怪模样 插一双翅膀 插一双翅膀 跟我逍遥 一声豪气 冲上军箫 去一边 一剑 披荆 斩草 躺开这 黄金穴道 披一声彩虹 洒霜 定号 书无风流 幻灿 尽照 尽照 却一双灰烟 让我看到 这一路 鬼怪模样 插一双翅膀 跟我逍遥 一声豪气 冲上军箫 却一双翅膀 务静战草 躺开这 黄金穴道 披一声彩虹 洒霜 订号 书无风流 幻看 尽照 尽照 作詞・作曲 李宗盛